纽约市因为遭受巨风桑敌重创而陷入困境 面临压力的纽约市长决定取消星期日的马拉松比赛 彭博市长在星期五说他不希望乌云遮蔽马拉松比赛和参赛者 彭博在星期五较早前曾经说过星期日马拉松应该要照常举行 他说比赛将会提升士气并且帮助纽约市筹款 彭博决定如期举行马拉松比赛的消息激怒了很多纽约人 特别受到重创的史泰登岛居民 纽约市区遇难的41人当中有一半是史泰登岛居民 市民表示任何将用于举办马拉松的资源都应该集中用于纽约市的恢复工作 彭博又说到星期五晚曼克顿的大部分地方将会恢复供电 不过彭博承认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彭博表示截至到星期五为止 纽约的官方死亡人数达到41人 但他警告这个数字有可能增加 桑迪巨峰对美国东岸带来的经济损失 最初的估计是介乎200亿到500亿美元之间 相加每关闭一日就减少该地区大约每日2亿美元的经济产量 目前美国东岸城市正试图重新恢复商业活动 但还存在很多挑战 很多公共交通系统的运作班次还非常有限 很多加油站因为电力未有恢复而无法正常运作 美国汽车协会说 新泽西州和纽约的长岛分别有大约六成和七成的加油站仍然关闭 明镜之下 新泽西州辅斯了 新泽西州辅斯ную 新泽西州辅斯 here 新泽西州辅斯 有空公园